朱可迪議員 主席 請你回到這個項目,不要說其他事情了 回來這個項目,主席,剛才你又提到,你又罵張超雄議員 就說,喂,你是不是,你自己都說不開會了 有什麼好意思說現在還加開會呢 主席,希望你明白為什麼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為什麼你都對我,是不是,有多一點的寬容 剛才我說話,你都沒有停止我發言 就是為什麼呢,就是你有逼切的議題 政府有逼切的議題,這個議會有逼切的議題,我明白 但是,我們同樣都有一個逼切的狀況在這裡 情況已經不同了,主席 所以,很具體的,就說如果這個議會 那四個議員,在現在他們被追債 要追到破產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到 保選的問題沒有解決到 沒有還這些議員給香港市民和議會呢 主席,其實這個,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不單止你閣下 我們建制派同時都可以回答的 如果大家想香港,社會變回正常一點 大家都可以走一步,林鄭月娥也好 建制派也好,怎樣令到我們回復正常 我們能夠回復正常,主席 我相信張之鎔議員一定會同意,在暑假裡面 我們就開一些會 之後幾個項目是重要的,我們一定會 讓他可以通過,主席 為什麼,為什麼現在不行呢 就是現在有這個,這樣的處境 這個處境是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正常去運作到 所以,其實,你說,我覺得是不公道的 因為情況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希望這個立法會 希望這個立法會不單止是問問題的 而是能夠幫市民去逐步逐步拿回我們民主的權力 所以,希望你可以想一想,怎樣幫幫忙解決這個政治困局 好,主席 主席議員 法定的判決呢 你們只能夠在法定處理 你不能夠將那些民生問題和我們那個工作 因此捆綁在一起 你根本都不公道,你這樣捆綁 那我是不是政府不讓步 你以後都來擾亂我這個會 香港的市民那些民生全部都不能夠處理 你回去想清楚,你再講這件事 真是 但是要正常開下去 因為是兩件事 這個場合是不對的 這不是一個適當的場合 你自己覺得你的理念最重要 市民的利益就不重要 梁耀忠議員 三分鐘 這個法庭判決 法庭處理不過你 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 梁耀忠議員